在三国早期出现过很多厉害诸侯 其中袁绍 袁树 包括公孙赞都是比较出名的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位诸侯 远交袁绍 晋杰 张秀 内纳 刘备 称雄于荆州 说他是刘备的老板 靠山也是说的过去 他是谁呢 他就是刘表 公元190年 刘表率军来到荆州 凭一己之力平定荆乡 公元208年 刘表病逝 随后蔡茂等人费掌利诱 这才让随后的曹操占了大便宜 否则曹操想要占据荆州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更何况刘表手下有许多猛将 四大猛将当中 至少有两个人可以打退关羽 一人能够挡住张飞 那么在刘表时期 他帐下都有哪些猛将呢 忠心文聘能退关羽 首先第一位可以打退关羽的猛将便是文聘 文聘早期乃是刘表帐下的汉将 文聘忠心耿耿且武艺高强 刘表一直用他来抵御北方的诸侯 在曹操南下 荆州戍郡落入曹操之手 而江夏郡 曹操便交给了文聘把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文聘是一个中义非凡的武将 公元213年 文聘和岳晋联手在巡口和关羽交战 此次交战以关羽失利而告终 而文聘呢 在这次战役当中有功 被曹魏升为严寿庭侯 随后文聘又在汉京攻取关羽的资重 烧其战船大获全胜而归 汉勇甘宁可退关羽 除了文聘之外 还有一员猛将可退关羽 此人正是甘宁 甘宁在公元203年之前 都是归属于江夏太守皇祖 意思就是说 甘宁的头号老板乃是刘表 公元203年 孙权率兵攻打江夏 皇祖惨败 在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 甘宁便组织军事断后 而且当场斩杀了孙权的校尉灵操 而皇祖才得以逃出生天 甘宁在此次战事之中立了大功 回到江夏之后 还是一直从事打酱油的职业 当时刘表没有把甘宁当一回事 最终甘宁投奔了孙权 历史上的甘宁到底有多大本事呢 他真的可以打退关羽吗 公元215年 当时孙权刘备正在争夺荆州戍郡 甘宁跟随大都督鲁肃来到易阳准备对抗关羽 当时甘宁手上只有300兵力 于是他就对鲁肃说 如果再给我增加500人 我就可以让关羽知难而退 鲁肃听到这个话直接没有拒绝 于是便给甘宁一千兵马 甘宁迅速做出反应 率领这一千兵马来到上游设服 建立阻击点 随后不久 关羽真的来了 但是他见湘江上游已经有了准备 于是便放弃了渡江的计划 随后孙吴将领吕蒙 孙角 潘璋都集结而来 关羽最终不战而退 在此次军事行动中 倘若没有甘宁主动提出打退关羽 估计东吴大将们都不敢主动正面跟关羽硬刚 而甘宁呢 凭借自己过硬的武艺 加上之前打怪升级的经验 担当起了对抗关羽的主力 而关羽最终退走 甘宁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 这就是孙权为什么说 曹操有张辽 孤有甘兴霸 足以匹敌的原因 老将黄忠可挡张飞 刘表帐下还有一位大将 可以力挡张飞 他就是黄忠 黄忠在三国时期 堪称剑法无双 百步穿扬 而且一把大刀使得出神入化 在关羽攻去长沙郡时 黄忠和关羽大战数百回合 不分胜负 当时黄忠大概在五十岁将近六十岁左右 而关羽呢 可能也就四十岁左右 正所谓全怕少壮 关羽在年龄上是占尽了优势 即使如此 老将黄忠依然可以跟关羽打个步相上下 从这一点来说 黄忠的武艺绝对不在关羽之下 后来黄忠投奔刘备 在入川之战中 黄忠屡见齐功 在汉忠之战 黄忠斩杀敌方主将夏侯渊 一举赢得了汉忠之战的主动权 不管是从武力 还有战绩 黄忠都可以匹敌张飞 只不过让黄忠遗憾的是 前半生在刘表帐下确实没有什么作为 以至于自己的前半生很少为外人所知 这就是跟错了主公惹的祸 后起之秀魏妍 提到魏妍 大家可能会想到黄忠 因为之前魏妍跟黄忠共同镇守长沙 长沙太守韩玄是一个平庸之辈 因此在关羽攻去长沙的时候 魏妍把韩玄斩杀 最后把长沙攻守让给刘备 刘表帐下四大猛将 文聘 甘宁 黄忠 魏妍 以魏妍的影响力最大 魏妍在投奔刘备之后 便跟随其参加入川之战 最后参与汉忠之战 在汉忠之战过后 魏妍又被刘备破格提为汉忠太守 在魏妍做了汉忠太守之后 他便一直努力成长在防守汉忠方面 魏妍采取的是措守诸围之法 简单的说就是在汉忠城外设立多个据点 以此来阻止敌人进攻 这个据点被攻取 那么周围的据点便迅速采取反应 不得不说 魏妍确实是一个大将之才 在魏妍镇守汉忠长达十年的时间里 他也真正做到了没有让曹魏兵马 踏进汉忠城一步 只可惜魏妍为人太过孤傲 说他是小官宇也绝对不过分 当时看不惯杨仪 认为杨仪只是一个文官 他没有资格执掌军事 于是便率领自己的部曲 在汉忠城外与杨仪来了一个交锋 最终死在马带之手 他们四人之中 至少有三人是大将之才 而甘宁呢 最擅长的就是做护卫工作 因此称甘宁是孙权的保镖大使 也是非常稳妥的 文聘称为曹魏的后将军 明动天下 黄中称为刘备的五虎上将之一 同样明镇天下 魏延镇守汉忠长达十余年 是第一任汉忠太守 同样是明动天下 可惜最后来了个晚节不保 被一灭三族 黄中甘宁皆为主上而死 死得其所 明镇像 感谢观看